在地好伙伴,我是何志伟,好座会 你家里面有是鸟吗? 那是狗狗,还是什么小鸭啊? 那是什么鸟啊?那是什么鸟啊? 但是你如果是从政一后 你如果捕鸟啊,捕狗啊 一定会好好啊,捕要捕好啊 不然心目会捕得很大条 我这阵子有点替姚文字抱屈啦 那天那个猫不是他不好好抱 是因为现场人太多 所以小猫咪的,他也很烦恼的 那散光灯在那拍拍拍 猫猫当然会驾驾咯 所以呢,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话的很烦 好,重点是你只要从政 你连抱个猫没有抱好都会出事 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进一段音乐叫做金包银 把人的死命是空间骨包银 好,今天的重点不是猫猫也不是狗狗哦 是植物,我们今天来走绿色系 我们特别来宾呢 他叫做阿翁小鸭王 Darkin 嗨,Darkin你好 嗨,志伟你好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把你的宠物啊 带出门走来走去,去逛街,会吗? 我的宠物,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实在是太多了 带出去的话,大概可能街上都会塞满了 塞满,你有没有带过你的宠物出门没?有吗? 有耶 有哦,你的宠物会讲话吗? 我的宠物虽然不会讲话,可是他们长的样子都非常奇特哦 长得很奇怪 听说会吃,它是食肉性的哦 哦,当然啦 很爱吃肉 肉是可以吃啦 真的哦 虫吃的比较多啦 你的宠物会吃虫哦 对啊 你是养这个电文牌吗? 电文牌没有啦 不是哦 我们不用电的啦 你到底是养什么东西啊? 听说养到很有名还可以出书 然后养到,听说很有名的 你是养什么东西? 哦,我要养的这个植物叫做食虫植物 食虫植物 对啊 所以说像如果何志伟啊 就是如果顽皮一点点 我把我的手放到你的植物里面 那它会咬我吗? 嘿,它当然会咬你啦 哎哟 你吃的东西是植物,但是会咬人哦 咬人,但是你不会听啦 不会听啊 等一下 什么是食虫的植物啊 肉食性植物啊 很肉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很肉欲哦 好,然后又很植物这样子 食肉植物是什么? 其实食肉植物也好 食虫植物也好 都是同一种植物啦 那食虫植物是比较大家常讲的一种方式 那食肉植物的咧 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学名 意思就是说这些植物咧在野外 它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食肉植物啊 它会吃到一些像是青蛙啦蛇啦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的枪啊,我们的花会吃爪 会吃爪 水龟也会吞下去哦 会吃,还会吃鸟气呢 鸟气啊 老鼠啊 诶,那那个捷运公司呼叫呼叫 我们捷运局,捷运局 那个捷运应该多种几种 几种啊 捷运有很多老鼠 对啊,那鸟气啊 在那儿怕中了整个瘫痪交通 要吃,要吃几个粗粗粗哦 等一下,等一下 植物会吃老鼠 会吃水龟 爪也会吃哦 哎呦,怎么这么恐怖 不过这是属于比较大型的私从植物 等一下,小朋友会不会被吃掉啊 小朋友,如果不乖的话 可以介意爸妈养个几盘 这个最近行天宫生意又要很好了 要记事有孩子 好,食虫植物你说 这些东西都会吃是不是 对啊 介绍一下什么是食虫植物好不好 食虫植物的话 我们在花式比较常见的 大概有三种 三种,私私有啊 不是,不停打广告 吃肉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大家最常看到一个叶子 然后会有一个袋子 那个叫做猪龙草 猪龙草 一个一个掉在那里 就是早期那是没关系 没关系,进猪龙 猪龙草 因为它的袋子长得很像那个猪龙的纸 所以才被称为猪龙草 猪龙草 其实我一直觉得它长得很像葫芦 上面有个小盖子 就像一个瓶子一样 这个是猪龙草 这个就是猪龙草 然后再来最常见的就是小朋友最爱的 就是那个像夹子一样的那一种 像一个捕兽夹养 那个叫做捕银草 这个我有种哦 真的吗 我听说好像你种的不错哦 等一下跟你分享 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第三种比较常见 它体积比较小一些 它身上有很多的年毛 这个叫做毛毡台 毛毡台 毛毡台 所以有这三种是不是 这三种是比较常见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时间 就是慢慢都有在做推广 那花了蛮长的时间 现在市场上 在市面上大部分花式都会有更多的 像瓶子草 土瓶草之类的 都可以看得到 慢慢慢慢 其实食用植物的种类越来越多 那比较常见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三种 猪龙 捕银 毛毡台 毛毡台 不好意思 我一直想到毛毡 毛毡台 对不起 毛毡台是喝的 对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反酒驾小鲜肉 不是我现在过30岁了 反酒驾小熟肉和志伟在这边呼吁你 好 今天的主题 对不起 主持人很常常在离题 我们再回来 这个 小鸭王Darkin 你还出了一本书 叫做食肉植物新手指南 是的 你感觉现在是养这个小狗小猫 可能有时候一些人空间不够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养这些会吃肉的植物 而且瞬间大爆红 很多人都开始养 请问一下 它的魅力在哪里 是因为会吃糖 还会吃腰气 它的魅力 也就是说为什么会爱上这个植物的原因 其实如果以主观来讲 爱这种东西 其实是蛮难说明的 我们没有要讨论爱 撒到就是撒到 回来 好 回来 我们客观的来讲 主持人很容易离题 来宾不可以 客观的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大概分为两个层次 表层的话来讲 那就是看它的外观 外观 这些食虫植物 它们会吃虫 所以说它的这些叶子 或者它的外表 会变成一些很特殊的形态 像是 像是 比方说我们的捕银草 看起来就很像一个监狱的盒子 或是我们的猪龙草 看起来就很像一个花瓶 或是瓶子草 看起来就像一个瓷瓶一样 它的那个造型 在我们第一眼 尤其是你完全没看过的人 你看到它第一眼 你会觉得很惊讶 shock 为什么会有植物长成这副德性 对 而且它颜色很神奇 它的颜色也会为了 要吸引这些虫 猎物来靠过来 等一下 捕银草 因为我们也知道 苍蝇最喜欢怪怪的味道 像是常常不洗澡的 那个苍蝇也很爱 像是厕所 很久不打扫的 苍蝇也很爱 这些吃糖的 这些球 这些花花草草 会不会有怪味 其实它是有味道的 没有错 闻得到吗 可是我们人类 大概闻不太到 那还好 但是 我觉得它的造型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今天长得很像外星人 没错 看起来好像不像地球来的植物 像是魔戒来的植物一样 而且你刚刚讲到猪蝇草 猪蝇草 你看过最大馆的是 多大馆 猪蝇草 它可以长到很大 对不对 大概就跟我们 我们的人头一样这么大 可是市面上从来没看过这么大颗的猪蝇草 这是当然的 因为要带去那个花丝贩售也蛮累的 去哪里可以买得到 我就觉得说我很有霸气 我想要吃很大牌 很大牌 而且呢 它大概 你算算看嘛 就刚才可以装跟我们人头一样的量 好恐怖 我们讲安全帽 晚上听到人头会怕怕 跟安全帽一样 大颗的猪蝇草 它可以吃什么东西 老鼠 老鼠掉进去会被吃掉吗 还是老鼠会吃它 当然还是会被吃掉 真的还假的 只是老鼠会消化的比较久一点 等一下 猪蝇草可以吃老鼠 如果它的猪蝇草像野外的 野外那种大型的猪蝇草 它一个袋子就像一个安全帽 一个安全帽这么大 所以它很常常会捕捉到一些这种 小动物啊 老鼠啊 或者是一些蛇啊之类的 哇 真的呢 捷运公司要 好啦好啦 你可不可以 我明天帮你弄 看要不要送一盆给捷运公司 让大家安心 上次捷运的尿器 那些新闻有多厨米 怕到 怕到 所以它食量这么大 不过这是比较 就是在野外 就是野外的话 它长得非常久 它可能已经 春活五六十年 它就是长得非常非常大 等一下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这个 食肉植物天王 他叫小鸭王 他现在讲到说 这些猪蝇草 这些食肉植物 它会胜这么长 可以活到五六十年 没有错 你认真 虽然叫做猪蝇草 可是它其实比较像树木 因为它是灌木类的 真的喔 你认真喔 我叫他说 有的时候我们去花市 我以为这些 他都跟我说 活个两三年而已 没有那么短 它可以活很久的 那那个捕蝇草呢 捕蝇草的话 如果在野外的话 大部分有统计 可以活到三十岁 三十岁喔 没错 可是不过我们一般民众 大概能够种活一年左右 就蛮厉害了 好 那很好奇 这些这么长火烧的 这些食肉植物 如果它没有吃到虫虫 没有吃到老鼠 它活得下去吗 基本上它还是植物 所以只要有光线 有水 它还是可以继续醒光的作用 那吃虫 或者是吃这些猎物 主要的目的 就是有点像是施肥的道理一样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那些你养过这么多的 这个食肉植物 你到底养多少 目前已经不可考 没办法计算 有没有一万盆 一万盆的话 大概曾经拥有 等一下 你曾经拥有一万多盆的 这些食肉植物 应该说是从我大学到现在 一直慢慢加种 有进有出 有进有出 到现在大概应该都已经超过了 你是住哪里 我们是住在戏子 戏子 我可以去当你的邻居吗 你可以来打工 真的 我觉得当你邻居很好 因为都不会被蚊子咬 还是不会 应该会吃蚌子 会吗 这个一定要来郑重澄清一下 它会不会吃蚌子 确实是会吃蚌子 但是蚌子不会最近它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民众 对蚌子都会认为 蚌子就只有一种 蚌子只有一种 就是那个会吸你血的 当然 其实蚌子有很多种 真的 也是会有这种吸食入水的草蚌 或者是说工的蚌子 这种也是算是蚌子 所以他们大部分抓到比较多的 就是像这种工蚌 草蚌之类 那你也不能说它不是蚌子 听众朋友 不好意思 请原谅我的蚌子 我不知道蚌子有吃素的 我叫蚌子都吃肉 吃肥的 蚌子有很多种 只是因为它会早上我们都是吃肥的一种 对 而且蚌子还蛮喜欢吃我的 我最土耳的蚌子 它会吃蚌子 也会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很多夜市也应该要养这个 应该四处散播一下 等一下 哪一种最会吃蚌子 蚌子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植物 目前为止 好像统计起来 吃到蚌子最多还是猪龙草 猪龙草 猪龙草 什么都会吃 等一下 可是猪龙草 它就像一个瓶子一样 它吃到 汤子走进去 它后 盖子会不会盖起来 这个 一定要郑重澄清 它的盖子是绝对不会盖的 好吧 因为我以为我的猪 我以前有养过 然后我一直以为我的猪龙草坏掉了 因为盖子都不打开是不是 它都没有关起来 然后 但是 我问一下 你养了这么多盆 你养在细致 你有养出什么心得吗 心得 当然是有 好不好养 好养的话 就是说你要先了解它 了解它以后 你给它需要的这些增长的条件 光线 水 或是土壤 你只要调配正确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维护就是只有浇水而已 浇水 对 家里面最好养的是哪一种 还是猪龙草 可是猪龙草不是说要 要把它喷水 倒不需要 真的吗 我们主要要维持的潮湿 是说土壤的潮湿 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其实是中医师 然后他每次养植物 他的植物就会变中药材 因为都会搭去 都会搭去 就变黑手指 都会搭去 所以这些石肉植物很好养 是真的很好养吗 就主要是要先澄清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对它会有一些误解 误解 什么误解 最大的误解就是光线 光线 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像魔戒一样的植物 应该是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对啊 看起来就像外星人一样 可是他们其实生长的地方还蛮光明的 是很需要阳光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种在 比方说厨房 浴室 厕所 因为那边就有蟑螂 没错 要让它吃蟑螂 你要给它吃蟑螂 会有一个步骤 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听众朋友 这个我们即将帮捷运公司解决老鼠的问题 我们也即将为大家解决 这个在我们的厨房啊 家里有蟑螂的问题 要养一盆花 给你氧气 又要帮你除蟑 怎么会这么可爱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小鸭王Darkin 号称是这个 食蟑植物的 台湾天王 No.1 音乐广告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 你有蚊子的问题吗 你有在捷运被老鼠 嚇到的问题吗 那是家里面有蟑螂 小黑 在那这样 不是小黑 对不起 小强 在那招来招去 今天呢 我们访问到的是 这个食肉植物的天王 小鸭王Darkin 来 你说 你说它很厉害 一个晚上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蟑螂 没错 但是我们正确的步骤要做对 来来 现在教大家 来听众朋友 记得三个 三个关键字 猪龙 捕银 毛毡 台 好 来 好像咒语 我再念一次 你念给我听好了 猪龙草 捕银草 还有毛毡台 你说它们很能吃 因为它们各种不一样的食虫植物 品种不同 各自有自己的取照 对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喜好 所以它抓到的虫也会蛮不同的 像说是我们智慧最怕的蟑螂小枪 我知道 我有一天晚上我已经十点吃晚餐 我已经很可怜了 我左边是食物 右边是我的饮料 然后蟑螂突然飞到我手上 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它就在我手臂上这样爬来爬去 这样子 我一下都流汗 这个我先不要理解 其实还有一段故事 你刚到底要 我要解决小枪 要对付蟑螂 当然就一定要 刚才我要去收小枪 搬出我们的猪龙草 又是猪龙草 猪龙草的话 它的瓶子比较大 而且它分泌出来的这些蜜汁 很容易就吸引这些 像是小枪 或是蚂蚁 或者是一些鹅 蜜蜂 蜜蜂很可爱 不准杀它 那这些的话 大部分都是他们 会被它吸引过来的一些猎物 那如果说你要对付小枪的话 当然我们猪龙草还是植物 白天的时候 还是要让它在户外晒太阳 这是正确的 所以它都是要打烈的 一定要打烈的 我们朋友也是有刺 但是都刺在那些厨房 在那些厨房 没什么厨房 所以越刺越厨 就没感觉了 就沾起了 就沾起了 翁身起了 对那些猪龙草就举起来了 变中药材 没错 好 怎么晃 白天要晒太阳 所以我们白天当然就是让它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要晒到很热 像 每天大概晒差不多四到六小时就够了 那种 中午太阳直接打下去 中午的话可能太热 像夏天 现在很热 所以它是间接阳光还是直接阳光 它其实需要的是直接的阳光 但是它直接的阳光最好是差不多十一点以前 像这种像找一个像东的阳台 我们来栽培它的话 就是早上差不多六点七点开始一直照 照到差不多十点十一点左右 好 这是最好的阳光 好 找一个如果你的窗户是在东边 没错 最好了 东边最好 西边呢 西边也可以 但是西边的话可能夏天会比较热 那我们就可以去买一些黑网来遮蔽一下 要打脸头好 要打脸头 打脸头以后就是 再来就是要给水 那我们给水的话 当然还是要保持它土壤潮湿 所以用手指去摸它的土表 只要一旦发现土表摸起来干干的 就要赶快浇水 手指头搓它一下 你搓它也可以 没有湿湿就要浇水 没错 没有湿湿就要浇水 没有湿湿就要给它湿湿 就要给它湿湿 好 可以不用泡在水里 但是要让它保持的 说至少土壤摸起来表面是潮湿 好的 等一下你讲这么多 我还要知道它怎么吃小蟑螂 没错 那当然白天的话 就是让它去外面晒太阳 那晚上的时候 就是它要执勤上工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最好的保全 听说很能吃很能吃 没错 它的话白天吸收充分的养分 阳光制造出充分阳光 到晚上的时候 它晚上就开始散发非常迷人的气味 当然还有它的蜜脂 那如果说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摸摸看它的 等一下 我要来一段补针 你白天让我晒太阳 晚上我对蟑螂就意外的迷人 来继续配 我会分泌蜜汁 让蟑螂不断的接近我 并且把它吃掉 那因为晚上的时候 就是不需要阳光了 所以我们就把蜜蜂草从你的阳台拿进来 然后放到你最常看到小墙的地方 像是厨余桶 或者是厕所 或者是厨房 都可以 那当然你就把它摆在 你觉得这些小墙最常经过的地方 那隔天早上 你睡觉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慢慢去欣赏 或者是观察一下 它的这些捕虫囊里面 或者这些捕虫袋子里面 是不是有抓到这些猎物 通常来讲 只要你的猪蜂草够健康 它的这个蜜汁可以正常分泌的话 一个晚上就可以抓到不少的 这个小墙 猪蜂草现在还要说话了 我如果健康 我就吃咖啥 我就吃个小 等一下 你看过吃最多的 你有算过 差不多吃到几只 那个大概不太敢算 因为它们都堆叠在一起 看得很可怕 所以你的猪蜂草 拿起来里面都是甲蜂 它都是黑黑的一大片 然后融成一团 融成一团 它会随着时间慢慢融解 这些石头植物 那个虫只要一进去 它是有进无出这样子 这是当然 因为它的瓶子 后照非常特别 怎么说 它的瓶子内壁 有一层蜡 那个蜡就跟我们汽车的蜡很像 它就是会非常的光滑 很光滑 所以这些小虫 它就没有办法爬 爬上来 所以它掉的进去 但是它爬不出来 那再来就是说 它的瓶子 感觉起来 这个我们有时候 看一些很奇怪的节目 他们会这种招财 有没有 这样有进无出 说不定猪龙草 也有这种招财的功能 真的 猪龙草在香港那边 确实有被称为是招财树 所以他们有一句谚语 就是猪龙露水 意思就是金钱满满来的意思 你再说一次 猪龙露水 猪龙露水 就是表示说水嘛 就是财的财富的意思 所以猪龙露水 他们就觉得说 就是财富滚滚来的意思 哇 哇 啊等一下 你说这些石肉植物 吃财的这种植物啊 啊他们是怎么样抓这些虫啊 你刚刚讲到猪龙草 没错 它会分泌一些蜜汁 然后这些虫虫就跑进去 包含甲肘都掉了 然后它就会开始把它融掉哦 它底部瓶子里面内部会有消化液啦 啊等一下 那如果说滴到手 我的手会不会不见啊 我好怕 这个消化液 自伟怕怕 这个消化液 其实是不会伤害人的 不会伤害人的 它其实道理跟我们的 有点像是我们的口水一样 就是说我们虽然碰到 但是它只要短时间 真的一把洗掉 它是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栽培它 那就算它的消化液都 都就是不小心打翻了啊 它一段时间 它还是会分泌出来 等一下 不行 我还是要问一下 猪龙草很能吃嘎爪是不是 应该说嘎爪是它 常见的猎物之一 最多的大概就是蚂蚁 蚂蚂超多的 猪龙草几乎呢 袋子下面满满都是蚂蚁 都是蚂蚁 他们这个像嘎爪进去以后 它要多久可以把它啃就掉 这样子吸收掉 它应该会一直 就是整个消化到 整个袋子都完全干燥掉 它也不会说结束啦 就是说因为大部分像蟑螂 这种体积比较大 所以它的袋子 它的袋子会有保鲜期 它一个袋子 大概差不多一个月 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蟑螂慢慢消化 到剩下消化没有完的 没有完全的这些残骸 它也不会浪费 它会随着风 或者是风化以后 这些枯萎的这些袋子 会掉落到地面 那掉落地面的话 这些残骸 会再由地面的这些维生物 维生菌 再把它分解 再由植物的根系 再重新吸收 听起来还蛮环保的 没错 猪龙草是很环保的植物 就是杀蟑螂 还不脏我手 这个猪龙草 都已经把你包起来 变成一袋在那儿 蟑螂啊蟑螂啊 我很讨厌你 猪龙草一定让你包起来 就多样几个猪龙草 你会不会觉得主食人很生气 我真的被蟑螂常吓到 对 我跟蟑螂有仇 好 那接下来 那蚊子呢 蚊子的话 其实真的要讲蚊子的话 还有苍蝇 苍蝇才是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最常 以苍蝇为主食的食用之物 就是捕蝇草 捕蝇草 因为顾名思义它就是专门捕捉苍蝇的一种草 捕蝇草是长怎样 就是长得像夹子一样 我们知道那些很多游戏啊 或者是一些电玩啊 你看到那些 像那死人花一样 它们都是利用捕蝇草的这个形象 来手造 我知道了 就是玛丽欧 没错 像超级玛丽欧有没有 你不是有时候 有些水管会突然 会跑出一只 会有两个牙齿啊 像一个嘴巴一样会咬人那个 那就是捕蝇草 它是借由捕蝇草的这个形象 来顺绍的讲识 它没有长得像玛丽欧那个 对不起 等一下听众朋友 跑去这个花市 说 我要找买那个玛丽欧的 电台和志伟在说啊 有玛丽欧那样的 我要在那 这样不行 我们误导了 它是长得跟类似那样子 没错 它就是很像一个夹子一样的这种 那它专门就是用来吃 这个苍蝇为主的 那它的话呢 夹子内侧会分泌蜜汁 然后夹子的那个内侧 也会有红色的这种颜色 那就会让这些苍蝇以为说 这是一个花 这是一个可以来取食的一个地方 过去挖蝇 那它夹子内侧 会有短短的感应毛 这感应毛就像捕蝇草的眼镜一样 所以当那些捕蝇草 发现说夹子内侧有小虫在爬 在这边取食这些蜜汁的时候 它一旦不小心碰触到这感应毛 那这捕蝇草就啪 立刻 大概差不多半秒不到的时间 就会夹起来 那整个夹子看起来就很像一个监狱的盒子一样 就慢慢慢慢 这个小虫在这夹子内侧挣扎 然后它就慢慢像那个包水饺一样 一直压一直压 然后分泌消化液就把它消化吸收 好可怕 捕蝇草 只要苍蝇来了 没错 它就给它捏死它 它就会像捏死它 然后 包水饺一样 边捏 然后自己还会流口水这样子 但是口水不会滴出来 口水是不会滴出来 那就好 因为我好像爱干净的 好 那等一下 这些猪龙草啊 捕蝇草啊 还有什么 毛毡台 毛毡台是吃什么 毛毡台最大的功能啊 应该说它最厉害 最会抓的虫 就是我们大家很讨厌的一个叫做 台语叫pina 那国语的话就是小果蝇 果蝇 如果你把香蕉皮摆久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小虫 它飞得很慢 但是非常多 很烦 对 怎么样子轻 怎么样子轻都轻不完 我朋友家里面就有小果蝇 没错 而且很多 超多 真的是杀不了 喷杀虫剂还是在 那个没有用 应该一下子就会出现 所以毛毡台怎么来进行它的猎杀动作 猎杀台 狙击猎杀 出青 它的长相 其实就是全身都会有很多的线毛 所以你看起来 毛很多就是它 很黏啊 这全身上下都是黏乎乎的这种 好像沾满水株的这种植物 就是毛毡台 那它这些黏液 它就会有分泌一些气味 那这个气味 当然我们人类闻不到 但是对于这些拼那果蝇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种味道 所以你只要把毛毡台摆在这些果蝇出没的地方 它就以为说 哇 食物上门了 然后就会蜂涌而至 所以我们最大的记录就是 整个毛毡台全部植株身上 全部粘得满满的果蝇 所以只要一个晚上 大概就可以把果蝇都抓干净了 好 那等一下我们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你有没有网站 有啊 当然有啊 在哪里 我要怎么找你 你只要打食虫.tw 就会找到我们 食虫 对 食虫植物的食虫 食神还是食虫 食虫 食虫的 食虫 食虫.tw 就可以找得到你 对 就可以找到我们 等一下 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像何志伟 我以前也养过猪笼草 我养着养着 那个猪笼草就 也是变中药材 去西方取经 你就搓 你就搓去了 我们在外面买的时候 猪笼草都会给它包一个塑胶袋 对 是怕它搓去 其实主要是怕 它的这个袋子会勾来勾去 还有就是让你方便搓带回去 所以回家那个塑胶袋 没错那个袋子是要打开的 不然阳光一晒 它就会像烫青菜一样 在那袋子也蒸熟了 难怪 好 那个 我等一下帮我以前死去的 这些猪笼草来送个斤好了 拜托 回到我家都直接煮熟 这些 这些虫 这不是这些虫 这些食虫植物 到底要怎么养 其实这些食虫植物 它们大概的特性都一样 大概我们分成三个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光线 光线是最重要的 你刚刚说 一定要晒太阳 每天让它晒 差不多四到六小时的阳光 那再来就是戒指的部分 戒指也就是土壤 还要跟它结婚 给它结婚戒指 不是戒指 是戒指 戒指 是土壤的意思 没错 那土壤的话 它因为 它们为什么会吃虫 因为它们生长在 比较 就是环境很贫瘠的地方 所以它们的土 不能含有很高的肥分 所以你如果要种它们的话 你就不能找那种 有含很高肥分的土壤 你看你看 你看大自然就这么神奇 没错 它在很善吃的地方 所以它大含一定要吃肉 这就是食虫植物 它为了生存 所以它演化成为要抓虫 那再来呢 那再来当然就是给水的部分 怎么给水 就是说要保持土壤潮湿 潮湿 那我们土壤的部分再提一下 就是说 如果大家一般不晓得 要用什么样的土壤来种它们 我买回来就已经是好的了 它买回来会有一定的土壤 它会付给你 可是随着时间慢慢久了以后 这土壤也会变质 那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势必要帮它换盆换土 尤其是当它的土壤 完全没办法吸水 我每次换盆就 就会掰斑 对 没关系 那它可能是用错戒指 那我们真正 它食虫植物比较需要的戒指 可能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选用水草 也就是一般大家种兰花的那种水草 用这个就可以种了 有 因为我们有时候像很多 像我在上班 有时候办公室我有一些兰花 搓掉了 那它那个里面的水草 就可以拿来用 对 好 听众朋友 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好棒 好好听 因为是我主持的 没错 好啦 我还是何志伟 今天访问到的是 食虫植物讲师 号称 台湾食虫植物的第一把交椅 他的天王 大天王 小鸭王 如果想要知道夏天到了 苍蝇啦 蟑螂 果蝇啊 这些东西你又不想说 喷杀虫剂给家里的小孩 或者长辈 带来身体各个方面的困扰 养一盆食虫植物 听说很猛 很强 很有效 很棒 那你可以上他的网站去看看 然后呢 他的食虫嘛 吃东西的食物的食 食虫.tw 他不是说在这边卖东西 而是他长期在推广 大家多多来养这些食虫植物 那有关于就是栽培的 这一部分的资料的话 大家可以上到我的部落格 那你只要打小鸭王部落格 或者是打 那个Dockingblog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部落格 那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些 有关食虫植物的介绍 和一些知识 听众朋友 我们希望大家 都来养一盆猪龙草 让台湾就没有蟑螂了 好开心 好下礼拜再见 我是何志伟 感谢你的收听